全世界唯一存活的大熊猫三胞胎29日就满两个月了 而就在前一天,他们的妈妈菊孝也度过了自己的12岁生日 现在三个小家伙各自的外貌和个性特征越来越明显 等到他们正式和公众见面时,大家就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三姐弟了 新华社记者在菊孝生日前夕探访了还待在育幼市的母子四熊猫 妈妈正和大女儿在一起午睡,温馨的场面让人动容 片刻过后,妈妈起床伸上懒腰 大女儿则向空中伸了伸毛茸茸的小胖腿,看起来活力十足 菊孝的第二和第三个宝贝是两个憨态可居的小男生 他们现在生活在特制的木箱里,由大熊猫育幼专家全天候照顾 食物则是特制的熊猫配方奶粉 与姐姐面容清秀不同 两兄弟的眉眼之间的毛色是深灰色的 二瓦的两侧脚掌上各有一丝白毛 而三瓦则是最壮的一只 大熊猫三胞胎宝宝今年7月29日出生于广州的长龙野生动物世界 这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记录到的第四例大熊猫三胞胎 而此前三例均未能全部存活 小三幅 Brigade